躲过麦德姆风灾 花莲鲤鱼潭的红面鸭 今天再度复出 照样吸引许多游客一睹风采 周边踩船业者也拜小鸭之刺 业绩比平常多了一半 游客说就看了好几次 小朋友还是不腻小鸭可爱的模样 破壳鸭 等不了鸭妈妈 急着从蛋壳粒先跑出来 小鸭家族躲完台风重新亮相了 一直至慢慢的升起头来 工作人员坐在小船上 帮鸭子们打气 让花莲鲤鱼潭16只大小红面鸭 再度和大家来见面 喜欢看这边的鸭鸭吗 喜欢 从桃园来的 之前有看过红面鸭吗 有有有 下来就要来有拍这个行程 许多人专程来一睹鸭子 超萌的变身过程 无论大红鸭小红鸭还是破壳鸭 可爱程度都破表 让游客看得目不转睛 这16只鸭子在鲤鸭 会一直待到中秋节 陪大家一起开心过暑假 记者吴彩薰 花莲采访报道